請報告出席人數 報告群體會出席委員10人 以逐法定人數 好,我們現在開始開會 進行報告事項 請宣讀上次會議事錄 以及報告事項 所列公平會預算解凍案 第1案至第6案 國發會預算解凍案 第1案至第8案 請宣讀 立法院第10屆第7會期經濟委員會 第16次群體委員會議事錄 時間112年5月1號 星期一上午911分至12時27分 地點紅衛101會議事 出席委員陳廷菲委員等15人 列席委員林德福委員等11人 列席人員經濟部部長 王美花既相關人員 主席邱昭及委員議員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事錄決定 確定討論事項 審查 1.行列行情審議定應法 增定第71條之1 及第71條之2條文草案案 討論事項 合併尋達 經濟部長王美花報告 後委員陳廷菲等19人 提出質詢均由經濟部 王部長等 即向外人及其答覆 登記發言委員 處不在場者外 其余禁與發言完畢 詢答結束 委員呂逸林及林大華所提 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書面質詢委及答覆部分 請向外那位一週內以書面 答覆並複製本會決議 增定第71條之1 及第71條之2條文 行政院提案及委員 楊瓊英等人首題 修正動議均保留 送任會處理 2.行政院行情審議 天然氣事業法 增定第55條之1 及第55條之2條文草案案 決議 增定第55條之1 及第55條之2條文 行政院提案及委員 楊瓊英等人首題 修正動議均保留 送任會處理 3.行政院行情審議 石油管理法 增定第38條之2 及第38條之3條文 草案案 決議增定第38條之2 及第38條之3條文 行政院提案及委員 楊瓊英等人 所提修正動議均保留 送任會處理 4.行政院行情審議 水利法第91條 第91條之3 及第91條之4 條文修正草案案 1.第91條 條文操行政院提案通過 2.增定第91條 行政院提案及委員 楊瓊英等人 所提修正動議均保留 送任會處理 5.行政院行情審議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決議 1.第八條 及第97條條文 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2.增定第97條之1 及第97條之2 條文 行政院提案及委員 楊瓊英等人 所提修正動議均保留 送任會處理 6.行政院行情審議 產業創新條例 增定第66條之1 及第66條之2條文 行政院提案及委員 楊瓊英等人 所提修正動議均保留 送任會處理 討論事項 所謂第1至第6案 均審查文 均分別女具審查報告 提報任會討論 虛操及委員 與委員會討論 實作補充說明 善會宣讀完畢 2.處理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有關公平交易委員會主管 預算凍結案6案 公平交易委員會 含衛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 1.檢送第2幕第一節 限制競爭行為調查處理 預算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案 2.檢送第2幕第二節 不公平競爭行為調查處理 及多層次傳銷管理 預算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案 3.檢送第2幕第二節 法務及行政救濟業務 預算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案 5.檢送第2幕第4節 綜合規劃及宣導業務 預算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案 6.檢送第2幕第5節 政策擬定及國際交流業務 預算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案 3.處理113節 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有關國家發展委員會 及所屬主管預算凍結案 8案 國家發展委員會 含為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 1.檢送第2幕 規劃及推動國家發展計畫中回業務 預算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案 2.檢送第3幕 年理經濟政策協調推動財經措施 預算凍結150萬元書面報告案 3.檢送第4幕 促進社會發展及計畫審議協調 預算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案 4.檢送第5幕 促進產業發展 預算凍結500萬元書面報告案 5.檢送第7幕 健全國土規劃及經營管理 預算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案 6.檢送第11幕 中興新村北中和新維運 預算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案 7.檢送檔案管理局 第1幕 一般行政預算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案 8.檢送檔案管理局 第9幕 國家檔案典藏及服務建設計畫 預算凍結500萬元書面報告案 宣讀完畢 好 在場委員不足3人 我們報告事項就佔不處理 繼續進行討論事項請宣讀 1.審查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有關公平交易委員會主管預算凍結案 2案 公平交易委員會 含衛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 1.檢送第2幕第5節 政策理訂及國際交流業務 預算凍結10%書面報告案 2.檢送第2幕第6節 資訊業務及經濟分析 產業資料管理預算凍結5%書面報告案 2.審查行政行情審議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1條之一第48條及第56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宣讀完畢 本日議程所列討論事項我們就合併尋答 首先我們現在請公平會李美主委報告 主席在座各位委員先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 那立法院在審查公平會112年度的預算總共決議有8案凍結 那公平會已經依據立法院的決議分別研理報告送到立法院來 那現在我僅就今天的討論事項總共兩案 來跟各位做檢要的說明 那第一案是政策理訂跟國際交流業務 預算凍結10% 這個預算的主要用途是推動我們的國際交流 包括雙邊也包括參加各種國際組織的活動 以及執法經驗的分享 如果這個預算被凍結的話 在我們推動國際合作各方面可能會造成影響 那第二案是資訊業務及經濟分析產業資料管理的凍結5% 本案的法定預算數是529萬8千元 主要是建置我們的資訊系統還有我們的資料庫 辦公室自動化以及資安異地備員 那這個業務呢在會裡面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業務 如果被凍結的話我們相關的資安資訊產業分析資料庫的建置都會受到影響 那我想以上簡單跟各位做報告 很請委員能夠同意來解動 使我們在國際交流在執法功效上都能夠順利的推展 以上報告 謝謝 謝謝 好謝謝 田北主委 那我們現在先來處理報告事項 請問各位同仁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 各位同仁 兩位委員請問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 好謝謝 報告事項所列公平會預算解凍案第一案之第六案 國發會預算解凍案第一案之第八案 預算解凍案當時的決議是提出書面報告後使得動之 現在書面報告已經送達預算得以動之並擬據報告提報院會 請各位委員沒意見 沒有 好謝謝 來接下來我們繼續請國發會公平新主委來報告 你兩個可以一起報告沒關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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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那今天委員會來審查我們行政院行行審議的各司法的第一條之一 還有第48條56條的修正草案 那我們現在就做一說明 那主要的修正重點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說 因應那個憲法法庭在一百一十一年的時候 憲法在第十三號判決 說我們各自應該要成立一個獨立的監督機制 那因為這樣的要求之下 那我們行政院決定要成立一個 具獨立性的各支保護機關 來專責處理各支保護的事項 達到的事權統一 那 所以 主要還是在我們個人資料保護法 增定第一條之一 明定 本法的主管機關 是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 那開始如果這個 委員會開始成立以後就可以開始來實行 那第二個是有關於現在的這個各司法 針對這個非公務機關違反 安全維護的義務 需要等到主管機關 他命改正以後 然後沒有改正以後 才可以 處理這個行政罰 罰還 而且這個罰還的上限呢 是新台幣二十萬元 那基本上來講 大家都認為這樣的金額實在是太低了 沒有辦法 產生說讓這些非公務機關 他投入更多的資源來提升 保護各司的相關措施 所以我們就說 在各司法的第48條 我們就做了一個修正 就是說 非公務機關 他如果違反第27條的第一項 或者是說 沒有按照第二項 訂定個人資料檔案 安全維護的計畫 或者業務終止後 個人資料處理的方式的 裁罰方式 改成就是說 一旦發生這個各司外洩以後 就直接裁罰 而且命他改正 如果沒有改正的話 還要連續再罰 那 第一次罰的部分 這個 新台幣就是兩萬到兩百萬之間 那如果情節重大的話 是直接除以十萬到一千萬 這樣的一個區間 那 主要是針對這兩個部分 來做一些修正 那主要的理由是說 第一個大家有共識的部分 就是說這個行政法環 偏低這個部分 可不可以盡量快速的來提升 那也配合行政院這個打造的三法 得推動 包括洗錢防治法的修正 還有證券投資信託 及僱用法的一些相關修正 一併 這個行政法環的部分提高 來做一些修正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說 因為憲法法庭在要求說 三年內要這個獨立的機關 要趕快來成立 所以我們希望提出來 那按照這個時程 希望可以達到這個 憲法法庭的一些要求 那至於就是說 大院的委員還有外界 很關心的其他的議題 包括比如說 對公務機關的監管 還有公務機關跟非公務機關的規範 還有他的要件 還有他的這個收集的處理的 用個人資料的這個行為 太一樣 還有是不是要整併啊 或者是特定目的外 應用的這些規範 是不是要因應不同的這個產業 來予以調整啊 那或者說 是不是個人資料外界 要通知當事人 還有通報主管機關的一些相關規範啊 或者是 是不是要限制國際傳輸 或者是說 是不是要增加 當事人相關權利的相關規定 另外 針對這個損害賠償啊 或團體訴訟的規範 是不是要調整 或者是說 涉及司法審判權等等行使 那這些議題呢 事實上 我們都還需要跟社會的溝通 那希望可以凝聚共識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就放在 第二階段來做一些修法 那我們會盡快的就是說 如果今天的法可以通過的話 那我們就會第二階段就開始啟動 並且呢 並同這些個資的這個保護的委員會 他的組織法 一併在第二階段提出 以上報告 進行指教 謝謝 會四分鐘 上午10點30分截止發言登記 首先 我們請登記第一位 陳廷飛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我們是不是請主委 你要請哪一個主委 那個龔主委 請龔主委 陳委員早安 主委 我想現階段 你認為說我們 目前要怎麼樣去解決 我們這所謂的 我們要在 因為各自的問題 各自的問題 基本上是我們現在 行政院在打炸三法當中 很重要的一環 那在這個部分 你覺得我們要怎麼去做 因為你們是know how 我譬如說 國發會一直都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頭腦 那在這個頭腦當中 你要怎麼做 包圍 因為各自法的部分就是配合 因為行政院他有一個打炸的一個整體性的一個方案 那修法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剛才特別提到的就是說 修法的部分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洗錢房子的部分必須要做一些修正 因為常常有一些樣態 包括那個人頭帳戶啊 可能有一些非法的蒐集 也有人提供 那這個可能那個樣態要提出才有一些因應的做法 重點就是這個樣態 來 那個主委你講到這個樣態 你講那個樣態非常重要 好 我們要怎麼去把這個樣態處理 是那所以為什麼要並通 剛剛講各自法 那個財閥的這個 我們請那個公民會的主委一起 我想今天這個議題 我用一個最簡單的 就是說 現在其實我們面臨的狀況是什麼 我們辦了活動之後 然後或是銀行的資料 有對外變成去洩漏或是外露的一個狀況 這個到底怎麼辦 這怎麼辦 這兩位主委在你們的資料了解當中 這怎麼辦 所以為什麼要並通那個洗錢房事 並通這個修法 那配合這個部分 那當然其他還有其他的議題 包括這個 我們希望 這個各自的擁有人 或收集者 他可以盡很多的努力 去維護這個各自上的一些保護跟安全 所以為什麼要 不是沒有辦法 我剛剛講的 我剛剛講的 我是被動的 我去參加活動 我們最近又發生啊 去參加路跑 然後過沒多久 他接到電話 不是一個 是好多個 這怎麼辦 我是被動的耶 我今天我去報名 報名之後 這些資料 被誰洩漏出去 不知道 那你說好洗錢房事法 你配合洗錢房事法 現在詐騙的手段已經日新月異了 從社團 電商平台 還有戶政資料 健保資料外洩 甚至還有核泰集團租車用戶資料外洩 隔上租車的APP外洩 環澳行各自外洩 還有臉書 還有LinePay等等 博凱等等 所有的資料 這些我念出來的都是 過去曾經發生過的 是是是是 所有過去曾經發生過的 包括非營利組織 包括電商平台 有去報名參加活動的 這些莫名其妙 把人家各自洩漏出去 是 那這些洩漏呢 結果 結果受害是誰 是我 參與的人 可是參與的人是無辜的啊 我怎麼知道 誰要把他洩漏出去 這怎麼辦 是 所以報告委員 我們現在就是科宇 這個 擁有這個資料收集者 還有保 就是他擁有者 他必須科宇比較高的這個責任 那如果一旦有外洩的情況 當然調查如果責任是他的話 這個財罰就會把他拉高啦 主委 是 主委你這個是財罰後端 是 是我們現在修了之後 有後端可以去嚇阻 可是 我所講的是 當下發生的 你這個是嚇阻嘛 後面因為我們財罰拉高 他就會比較注重 對你是嚇阻嘛 對對 可是在當下 人就是要跟你拚耶 我今天辦了活動 我的資料外洩問題是 受害的我只要十個個案裡面 我只要一個就好 或是一百個個案我只要一個就好 受害一個人就好 有可能 他被詐取的詐騙的金額 就超過好幾倍 可是這後面嚇阻 你說嚇阻 可是 他跟你拚了啊 這怎麼辦 這才是我們現在大家所恐慌的 所擔憂的 最近我們就接到陳晴 他去報名參加一個馬拉松 結果隔天不是只有一個案例 是好幾個案例都去報案 馬上接到了相關類似的電話 他不宜有他啊 因為他確實知道 他在什麼時候有參加什麼活動 他就覺得 他說欸這應該是沒問題 可是下面問題就來了 當你卸下新房之後 問題就來了 卸下新房之後 他跟你講的 叫你提供什麼資料 你就會提供了 提供資料 問題就被詐騙了 那你就算是後端去報案去查 那也要有事實呈現 有法官下去辦了之後 我們的法才有用 現在要看的是前端 所以主委 你們現在講後端 可是我現在跟你談到的是 前端目前已經有事實狀況 那你們一定會說去報案啊 當然我知道報案啊 受騙了報案了啊 而且現在的手法是怎樣 現在手法非常厲害 是他直接 這不是個資 是他用所謂的網路連接 他知道你常在哪一家買東西 然後就傳了訊息說 欸因為你在之前的哪一筆帳 可能沒有做好處理 所以我們現在要重新跟你確認 好 確認完之後 你怎麼會知道 我有買那一筆 我藏在哪邊消費 這就是問題啊 這些就問題 是誰把這些個資洩漏出去的 網路平台 電商平台 誰洩漏出去的 非營利組織誰洩漏出去的 我這些都是案例 是 是 可是這案例發生之後 他就被詐騙了 等詐騙完之後 我才能去報案 報案了之後 才能進行所謂 檢方的調查 法院的調查 這已經都大概半年以後的事了 可是我已經 可能在網路信用卡 就已經被盜刷了 是 所以主委 這才是問題所在 不是我們今天只修了這幾個法 問題在哪裡 還是要去把它追根究底出來 他才能真正去解決這所謂的詐騙問題 是 是 報為 因為行政院還是有跨部會的一個合作機制 包括怎麼樣誓詐 就是誓別這個是不是詐騙了 有教育宣訪 那當然打詐是一部分 還有 就是你剛才講 因為你要透過金流嘛 你要騙你的話 那這個金融就會 剛才講那個人頭帳戶 可能就會做一些 防堵 或者是說 這個 也在修正就是說 如果這個 匯款部分 是不是當天就一定要轉出去 等等的一些 防堵的做法 主委 你講的是 在其他平台當中的處理 現在因為我們這個是 誰洩漏個資 對不對 洩漏個資的問題 我只是要跟你說 你要去查 誰洩漏個資 這個源頭太多了 我剛舉例的 你怎麼會知道 我都在哪裡買東西啊 這是不是源頭要查 你怎麼知道 我有參加哪一個活動啊 這個源頭要不要查 誰洩漏個資的 這要不要查 可怎麼查 主委怎麼查 除了我們修法之後 怎麼查 這個是你們要去努力的 在整個打詐三法當中 我們這個平台又怎麼做 這才是讓人民可以安心的地方 謝謝 好 謝謝陳廷飛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陳明文委員發言 好主席我們請龔主委 來請龔主委 來請龔主委 是 那現在的禁制是如何 我記得我是在上一次的職請是3月2號 那今天是5月3號 那各兩個月的目前的進展是怎麼樣 你簡單說明一下 對 包吳委員 現在就是說 我們盡量趕快跟交通部聯繫 因為他原來報上來的案子 他的財務規劃那個一本筆 他不到1啦 那不到1的情況之下的話 就沒有辦法 等於是財務就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請他趕快做一些修正 有可能的一些財務做一些設算以後 那盡快 如果送上來我們就可以直接合出去 那現在只差這個部分 主委我想60天已經過去了 那國華會看起來聽你這樣講就是 進度是毫無進展啦 也就是說 現在你還是在國華會跟交通部在推啦 那交通部大概也說是 大概你們希望的他的修正意見 他們已經修正完了 那也就在5月1號 把案子已經送回我們國華會了 還沒有還沒有 5月1號 交通部趕快給我們 交通部昨天告訴我說 5月1號就已經送回國華會了 我們還沒有收到 還沒有收到 那如果說 如果收到我們盡快處理 那我是希望你現在回去以後 立即再問一下 他是告訴我說 是5月1號 那我現在在問你 5月1號如果送回 那你們意計什麼時候可以審 如果剛剛我剛才講的一本筆可以 可以處理掉的話 那就沒有問題 其他的問題都沒有啦 我問你啊 你們總是還要再審 你是當時 國華會審完之後 才要送行政議協定 你這個總合規劃 總是要有一個時間表出來吧 假設說今天是5月3號 那就是算是5月 好吧 那就算5月5號 那他那個交通部 他那個交通部才送送打你國華會 對他送打我們 你國華會 你意計什麼時候會在一個 在委員會再審一下 然後才會送行政院 再正式合理 因為現在問題只剩下一項 如果這個問題沒有問題 他送過來 只要送過來10天之內 我們就可以簽回去 10天之內 好 那你就要講清楚嘛 就是說 交通部如果大概送打以後 那你就是10天內 我們是希望能夠進行審查 然後送到行政院來做核定嘛 應該你這裡審完以後 行政院就會真是核定了 但是前提是那個問題 我知道嘛 那這個問題是已經是 討論很久嘛 那事實上這個也不是什麼問題嘛 那這個交通部王部長也有答應 答應本席 就是說行政院這邊 如果能夠趕緊把這個總合規劃 正式合定以後 他們就可以進行西部計劃 西部計劃以後 然後就是可以發包 就是 預計就是在今年年底以前 就可以來動工 也就是說 整個這個民主體育高校 大概就希望是在今年的年底以前 就能夠做一個定案 我是希望 這一點是希望這個 國華會這一邊 能夠配合 也就是說 10天內 這個修正案 送到國華會 10天內能夠審查完畢 送到行政院正式核定 好不好 好這一點我想 這個我特別要在這裡 再一次的提出來 好 接下來我還是要再問一下 這個 國土計劃法的問題 那我上一次也特別提到 國土計劃法 這個 國土功能分期土草案 那到地方去做說明以後 引起地方的一個普遍反彈 那這個 我 我 後來我也了解了 我想 我要特別要還是要在這裡 跟國華會再提醒一下 也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 中央機關的過目的事業的主管的這些 幻為線 不合理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要做一個全面性的一個檢討 上一次 我在總組型的時候 向行政院 陳院長 那麼也提過 也就是說 我們 把這些過去 沿用很久的國土計劃 這些 這個 這些 所謂的 目的 中央機關的目的事業範圍線 做一個 劃設 事實上 這都有時候都30多年了 我們現在把它套上去 在現在我們的國土功能分期土裡面 那出現很多的問題 那是不是 我們應該要開始著手重新 再 再 再測量一次 譬如說 我們的中央管的河川的助理計劃線啊 還是我們的 飲用水的水質水量的 這個 水源的一個保護啊 還是出來水的這個 水質水量保護器等等這些 換為線 是不是我們 這個 這個國華會能夠 請各單位 各部會 那麼能夠 重新在這話的時候 請問一下 部長你認為 主委你認為 是 報委員現在 您質詢完以後 院長已經有責成副院長 在統合這件事情 所以 您剛才提到的 有一些 有比較有爭議的 包括那個套圖 不精確的問題啦 對 或者是剛才講水源保護啊 等等一些情況 比較有爭議的那個部分 就會主要去檢討啦 那如果 如果是 大家有共識沒有問題的 那個就比較順暢 所以這個是有在 持續的進行處理當中 是有的 所以我想是這樣啦 就是說國土計畫大概 我們第一階已經完成 第二階也完成 現在進行第三階的一個 辦理中啦 那現在主要 主要就是因為 國土功能分期草圖公佈 那這些人大概對於 我是怎樣 不會這樣插一條雞 我這裡就做 城鄉發展區 他們那就是國土保育區 這一點他們很多 都對政府 這一次的一個 國土計畫 即將要實施 表示很大的一個 環對意見 那我們後來發現 確實這些 這個國部位的範圍線 這個畫色的相當不合理 也沒有符合實際的一個情況 譬如說 都有一些 爹橫的果園 你明明就已經 重塑這些農物 農作已經那麼久了 你現在忽然間把它 化作國土保育區 這樣以後他們要怎樣 他們就不能繼續 那我的意思是 這些 這些範圍線的畫色問題 確實有問題 是應該要全面性的 去做檢討 那當然行政院 這個院長交互 副院長在統籌 但是你們是 他的所有幕僚單位 我是覺得 其實你們才是 有兵有教 你們還是要去 去召集各相關單位 好好的去做 這方面的規劃 我是認為 我是還是要再 再講一次 我是認為 114年的 4月30號的國土功能分析圖 應該不宜 在這個公告 我是認為 應該要延個幾年 把整個這些 各部位的 各機關的 中央機關的這些 墨第4月的一些 範圍線 重新量測完了以後 確實符合現階段的需求 我想我們再來 這個實施 我是覺得 這樣子 不知道主委 你的意見如何 法委員 現在處理是這樣 因為有一些是 比較沒有爭議的 那沒有爭議的 那個部分 可能就可以公告先行 那有爭議的部分 就像您剛才提到 那個可能要重新 測量 重新討論 那個部分 就會有所保留 我不知道你 其實講的 沒有爭議的是 以各縣市 來分別 還是嘉義縣 以鄉鎮 來做分別 到鄉鎮 到鄉鎮 是鄉鎮 來做分別 那你如果要公告之前 那你事實上 也應該跟我們 地方政府 大概再來討論 也就是說 哪一個部分 是沒有爭議的 哪一個部分 是有爭議的 是沒有錯 我想這一點是 是希望 國安會這一邊 應該要好好的 沿你跟地方政府 跟我們 立委這一邊 應該做一個 詳細的一個溝通 我想 我們應該 要正確的去突出 去 繪製一個 符合真實現況的 現實的 國土功能 分析圖 我想這樣子 才能夠真正來 落實國土計畫法的 一個精神 我想特別 在這裡 再一次的提醒 國安會 好不好 我想這個民意 這個 緩談的民意 你們一定要 去注意 不能夠 讓它擴散 變成是民進黨政府 要去承擔的責任 我想 國土計畫法 早在國民黨時代 就通過了 我想 現在 114年 事不是一定要實施 事實上 有太多太多的爭議 希望 國安會這一邊 能夠注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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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陳明文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 楊瓊英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楊瓊英發言 想邀請主委 哪一位 國防會主委 好來請 國防會主委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今天兩位 公平會也是主委 所以各位我要指明一下 是哪一位主委 楊瓊英早安 主委好 在111年的時候 8月12號 憲法法庭宣誓 第13號的判決 要求相關機關 應於三年內 完成個資獨立監督機制 的這個意志 並為了解決目前個資分散 式的一個管理呢 食物監管的問題 且跟歐日韓等國際來接軌 以符合各界的一個期待 那推動各資的保護是科不容緩 對不對 是的 那鑒於近期非公務機關 保有的個人資料外洩的事件 不僅讓社會大眾高度的關心 關注 而且外洩的個人資料 也容易遭到 不法集團的一個不當使用 引起了人民的一個恐慌 甚至精準的針對於個人資料 當事人進行詐騙的這個行為 那對於當事人的一個損害呢 是大家非常的這個這個 憂心的 那現在我們看到我們的個資法的 這個劃緩規範呢 那本席也具體提出 以往我們在第48條裡頭呢 非公務機關的部分呢 暗次處新台幣2萬元以上 20萬元以下的這個滑環 那本席也提出修正 因為我覺得這個根本不符合 目前社會的一個期待 所以本席也提出修正 也就是除以2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下的滑環 並令其這個限期改正 借其沒有改正者 那暗次處10萬元以上 那這個1100萬元以下的這個滑環 我也希望待會我們實際 來討論的時候呢 能夠得到行政部門 以及各位同仁 大家的一個支持 讓社會大眾都能夠安心 那所以本席要接下來要請教的 也就是說 既然我們在這個13號的判決 13號的判決已經說了 那你們在我們的這個第一條之一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 要成立這個委員會是不是 是的 那現在的進度呢 現在就是說我們先會 在行政院下面有一個籌備處 然後這個籌備處以後呢 就會趕快把那個組織法 就是這一個委員會的組織法 趕快做設定 然後並同第二階段的這個個制法修法 一併送到大院來 當然要過行政院院會送到大院來 對 那所以換句話說是 未來成立這個委員會 我們會將所有的機關的個資 都匯整到這個委員會來 是的 以事權統一的來做管理 是嗎 是的 那你們預估這個委員會 成立的人員要有多少人呢 目前來講的話 最初步了齁 我們籌備處的話 希望可以到40到50個人 籌備處的部分 籌備處到40到50 預計籌備多久成立 正式送出呢 你們的KPI怎麼做呢 那個組織法並同這個第二段修正 我們希望明年可以向大院提出來 明年向大院提出 所以今年會籌備處40到50人的成立 那明年再送出正式的這個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 對 主事法還有他的第二階段整個個資法 個資 對 再一併來送 是是是 因為社會大眾蠻關心的 我們既然要成立就是要有成效 那到底你們的進度如何 我也請你講這個流程呢 書面資料預估流程要怎麼做 書面資料一份給本席 好 接下來本席要跟你討論我們的燈 景氣燈號的問題 目前我們看到連續五顆藍燈 連續五顆藍燈 那麼同時我們看到主計處呢 2月份預估2023年 經濟成長率是2012% 較去年的11月份測試呢 2.75是下修了0.63個百分比 中經院也預估了 2023呢 台灣經濟成長是2.01% 那較前次去年12月份的一個預測值呢 也下修了0.71個百分比 那IMF呢也在4月份下調台灣的經濟成長率 剩下2.1% 那所以甚至有很多單位說我們現在正在保二 是不是如此 的確是 我們在努力保二 是不是 對 在你的嘴巴當中你說是 所以 那如果是這樣子我們有什麼樣的 具體政策來帶動台灣出口的一個成長呢 報委員現在就是 就是進出口事實上是比較不好 你想像中還不好 這個本習了解 所以本習要問您具體的方向 政策 所以我們就是在內需的部分來加強 那當然內需的部分包括消費跟投資 是最主要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投資的部分政府公共建設 我們現在今年的可以 現在面臨到公建的部分也都一直delay 因為缺工 所以我們要確定就是他可以 因為缺工 所以兩個議題我們來討論 第一個缺工的問題 包括怎麼樣讓勞工 讓工程師能夠安心 這是我們國家必須要做的嘛對不對 我們來做一個比較 國外 國外 我們看到呢 只要外國企業高階主管 他們的年薪達到300萬以上 不用任何條件 可以聘請外籍幫佣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國怎麼辦呢 我國喔 你注意聽喔 我們如果想要請外籍幫佣 虛家中有三名以上 年齡六歲以下的子女 少子話喔 我們竟然定出這種喔 根本是欺負國人喔 是六歲以下的子女 是要多少 要三名以上喔 然後呢 四名以上年齡十二歲以下的子女 其中還要有兩名是年齡六歲以下 才可以申請 如果家中的小孩是六歲以下 那長者七十歲以上 七十五歲以上 他需病 祭典要累計到十六點 才可以申請 那換句話說 如果以這個條件 根本想都別想 那主委 您是心臟啊 您是國家的命脈啊 是心臟啊 這樣子的條款 對我國人是這麼樣的不公平 要不要修啊 要不要改啊 要不要協助 我們產業界 我們的 甚至工程師 他不敢申啊 沒有人啊 我要請也沒辦法啊 你訂這一種條款 跟國外的比較起來 你欺負我們國人啊 怎麼辦 請做說明 要不要調啊 報告委員 的確 還要三名以上 的確思考方向 就像委員講的 是應該要重新調整 應該要重新 你趕快盤點好不好 好 多久時間盤點你的方向 要三名以上 六歲以下的 他不都每一年都生啊 是 你這樣可能嗎 是 所以這種條款 對於我們的產業率 是衝擊 是 扼殺我們的產業啊 你讓他家裡安心嘛 他可以好好來工作嘛 是 你們多久時間去調 欸 我要排點了 對對沒關係 你告訴我時間 一個月可以嗎 好可以 國外只要三百萬年薪 你就可以請 對不對 那拜託你一個月 調給我們 最後一個議題 現在盡您探牌 你們一直在 全國各地在開說明會 結果呢 你們現在所提案的 都是要高階虛擬 才能夠得到你國科會的一個同意 對不對 國發會的一個同意 國科會也一樣 兩個單位都一樣 那可是我們 像我們台中 所有的機械類別 木工機 手工機 機具類 是佔全國產值的八成 那我們實際上 看得到接不到啊 所以我具體建議 你把我們盡林探牌的預算的錢 你有一些 當然我們要前瞻 這個需要 但是有一些 你必須要務實 對不對 你要看我們的產業的需求是什麼 你都要 我現在都看得到 吃不到 你要怎麼樣盡林 怎麼樣探牌 你就這個觀念 你同不同意本席的觀念 同意 同意 那要不要去盤點 現在就是說 你現在所核定的都是虛擬高階 我們 佔產值八成的這些人怎麼辦呢 不會 我們這個本來就是要照顧中小企業的 然後中小企業 主要是有兩個 一個智慧化一個低碳化 那如果這兩個 不管你所做的這些機器設備也好 或產線 往低碳化走 那就可以 可以滿足這樣的 智慧化 這個很重要 所以本席具體建議 你去盤點 你所核定的項目 在我們的中小企業裡頭 佔比多少 請你告訴我 好不好 我們一起來協助我們的中小企業 好不好 好的 謝謝 謝謝楊琼英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廖國棟委員 進行巡答 謝謝主席我們先請公平會 來請公平會 李主委 我個人認為公平會雖然部門不是很大 但是就整體的社會公平正面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機構 我用問答題的方式來問你 這個公平會之前曾經大當切口的說要查 淡價 後來查的結果是什麼 關於淡價 我們有一個跨部會的聯合計查小企 跨部會在查嗎 有在查 主要是你們嗎 跨部會 因為形態不一樣 跨部會一起合作來查計 有沒有什麼廠商被罰過 我們有一些個案有在調查 結果 現在調查的過程 在警察小組有做一些調查 查的結果是怎麼樣嗎 有沒有人違規被罰什麼的 熱案的處理 我們是不是如果委員有需要我們會後再跟您說明 OK好 如果不方便公開你就私底下給我們 別委員會也可以 第二個問題 我要問的是現在這個就是要修這個個資法 那現在大家看到的是 你們就是要修 真的個人 真的私人 這公部門呢 一個字都沒有講到 是國發會在做嗎 還是國別在做這個事 個資的保護在國 是你們嗎 對啊 現在到底有 各自的保護在國發會會有一個 好等一下 國發會等下我再問你 好 那麼 現在你從公平的角度來看 我剛剛講了 現在這個修法都在修個人 個人的法則 對於公部門 你看去年 這個內政部就洩漏了國人超過2300萬個人的附取資料 這樣的事要不要法 公不公平 從你公平的角度的話 你會怎麼看 我想個人資料的保護非常重要 如果有不法的收集或是洩漏 我們的這個個人資料保護法是有相當的法則 所以你也覺得不公平嗎 好啦你不講我請國發會 請公主委 那個主委你就是要告訴我你國發會 針對我剛剛問的問題 你會怎麼回覆 是報告委員因為以前的各自保護就會分散 除了非公務機關分散在各部會 包括您剛才講的公部門跟這個屬於民間部門的部分也分開 所以現在公部門是自動安全法在處理 就是在數位發展部下面 那所以我們這一次的修法 為什麼要成立一個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 然後這個統合以後就會把非公務機關的部分 包括公部門的部分 統合在一起做一個統合 這樣才可以達到它的忠效 你覺得這個委員會會有功能嗎 我們這樣懷疑耶 它一個獨立行使會有比較強的power 獨立行使 希望真的是有成效的 所以它不僅監督管理這個非公務機關 也會監督管理這個公務機關 那你對於我剛剛問這個公平會的這個 目前台灣真的是詐騙猖獗 所以你們說要修法嘛對不對 那我現在要問的是 現在修法的針對的對象好像是個人比較多 但對於公部門的違法 洩漏資料什麼等等 你們好像沒有特別注意 他會一併修正 不過目前來講的話 因為公部門如果給他罰錢的話 是意義不太大 但是會如果發生真的發生 是用懲戒的方式 你有沒有接到過電話 通話以後 沒有講話很刮斷的那種電話 你有沒有接過 包圍如果我現在是不認識的電話 我都不接的 你推卸責任了你 我就經常接到這樣的電話 通了以後也沒講話 很刮斷 現在我才知道那個是詐騙電話 那是詐騙電話 你們怎麼樣去防治這個事嗎 不要讓更多的人受到這個傷害 因為現在行政院它有分成幾個 比如說怎麼樣去誓詐 就是識別這個詐騙 當然這是宣導 然後還有堵詐 就是說用電信網路來 這個就是源頭 從電信來做就是源頭 所以你們應該跟電信單位 來一起討論怎麼防治這樣的電話 現在有希望將來開發那個APP 就是說一旦來自 將來是什麼時候 現在就那麼多人受騙 還有將來 是 就是說那個如果來自於境外的這個電話 一定就把它攔阻下來 因為那個很多是 是屬於詐騙的 對啊 所以你們這個部分要加強好不好 是是是 最後因為時間大了 我在跟你問這個公正轉型這件事情 是 關於原住民的自然探會 在你的公正轉型的業務裡面 我非常關注 未來 原住民如何得以分享我們的 探會 探稅 的成果 是報委員 就是說 碳會的產生 現在就是說 環保署正在設立他的一個 怎麼樣去衡量 這個產生的這個 碳 碳會或者是碳權的機制 的評估方法 主委你是公正轉型的主管機關 是 是你們要做 我們跟 這個 農委會還有這個環保署 共同 要討論 漏掉原民會 對還有原民會 沒有錯 在原民地區當然是 是包括原民會 沒有錯 你們要盡快的開會 我一直在講的就是 原住民守護山林千百年 今天當我們在談這個 探會 探稅 探交易的時候 不要偏漏了原住民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 原民會本來就會在 就會在我們這個 跨部會平台裡面 他是成員之一 我知道啊 但是他是弱勢啊 你是主管機關嘛 是 所以我就問你 我要知道你的腦筋裡面 到底有沒有原住民 有沒有原民會 有 一定一直都有 所以你要強化這個地方 是 而且要讓原住民真的感受到 他們被公平對待 是 好不好 好的 你不要只有好啊 沒有後續的作為啊 所以我剛才特別提到的 就是說 您剛才提到的這些會議啊 還有這些機制的設計 是持續一直在進行當中 我上一次就跟你問過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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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已經開過 應該持續再開會 還沒有正式開會 那個你們再補 有開過嗎 我發揮你們再補詳細的資料 給廖國動委員 我們實際上的這個情形 再寫一個說明給委員 你們再寫一個說明給廖委員 好嗎 盡快 不能再拖延 好不好 好的 好 謝謝 謝謝廖國動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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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衝擊 雖然現在我們有 以後的特別預算 來支持 或是發現金6000塊 會讓我們的內需市場 會比較活絡一點 但是 再兩個月 就是下半年度了 那你預估 這個下半年度 我們的景氣 會不會復甦一點 包委員就是說 現在的確是出口 沒那麼好 那現在的PMI公布 就是採購經理人指數 製造業的部分 本來有一個月超過50 結果又降回50以下 那這個當然是比較 所以你預估呢 所以應該要等到第三季 可能才會 所以下半年度 還是景氣不好 希望這個存貨的企劃 慢慢的到第三季 可以到一個段落 本來是希望到年中 那也許會延後 一個月或兩個月左右 這是我們很擔心的 因為出口 我們是一個出口的導向的一個國家 如果這個內需市場又不好 那出口值又不好的話 會整體的經濟會影響非常的大 那尤其是我們一月到三月 我們出口值只有977.5億的美元 比同年 去年來講的話 我們減少了將近有20% 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是希望我們的經濟成長率 能夠再穩定 才能夠讓我們整個國內 跟我們國際的經濟都能夠好 那你能夠做到嗎 是 八位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內需的部分 盡量來加強 包括民間消費的部分 還有公共的投資的這個 公共建設可以 它的執行率可以達到 至少達到95%以上 所以今年的經濟成長率 可以保二嗎 會有難度嗎 這個是挑戰 挑戰 要努力 我們希望不要影響到 整個台灣經濟的一個成長 具體下降的話 我們真的很擔心 所以這個要努力的部分 那尤其是 最近我們都看到 台灣對大陸的貿易的限制 或者是進行貿易壁壘 這個調查的問題 那我們國發會這邊有什麼做法 現在還沒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就是說ECFA的議題 現在已經形成了這個貿易的障礙 那大陸也要對我們做貿易 這個壁壘的一個調查了 那我們現在有沒有溝通的管道 他現在是好像是在 那個WTO那邊去提出 那就是在WTO的架構下去協商 所以裡面去協商的話 整個進口市場 不像是ECFA好了 這個ECFA的話 它的那個清單裡面 如果說他取消了優惠的這個關稅的問題 那怎麼辦呢 報文目前好像沒有這樣的一個訊息 至少 至少都沒有這個訊息 你看看我們最近這五年 大陸出口 占我們出口的總比例 從2018年到2022年 我們是一直一直的下降 若是取消了ECFA的這個早說清單的關稅的優惠 對我們的出口值會有很大的影響 我們現在出口到中國大陸的部分 主要還是包括半導體或是零組件 IT產品比較多 那那個部分是沒有在早期 這個整體來講的話 這經濟的成長率 未來可能會走到負成長了 負成長是不會啦 你保證嗎 年度啦 年度的負成長是不會 年度年度我們應該整體都有延續啦 就是說我們希望今年度還 希望可不可以在這個2%來努力的目標 我們是希望 主委這邊我們可以積極的跟大陸做一個這個 貿易壁壘的進行一個談判 不要影響整個我們的出口市場好不好 是的 那現在我們請李主委 謝謝 主委 公平會是要讓我們的整個市場 的公平競爭 那你的職責要負責這個自由競爭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有一些聯合的行為 你一直說都沒有聯合的行為 那我們就像我們公平交易法裡面有第15條 第一項的規定 他就是這種國家有整體利益經濟跟我們公共利益方面 我們可以用這個聯合可以申請許可 那尤其是許可的話 那他們就能聯合 像我們進口產品進來的話 可以用核傳的方式這樣子進來 那因為黃曉鈺核傳進來的話 那整個市場 他們的價格上 成本上都應該會沒有那麼高對不對 因為現在物價高漲嘛 那因為黃曉鈺的話 是整個我們民生必需品的這個原物料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子我們的CPI 我們的CPI還是一樣這麼高啊 那沒有影響啊 沒有影響嗎 報告委員就是說我們的業者 大中原物料的這個業者核傳進口 這些都是依據公平法 剛剛委員提到的來申請聯合這個 許可的一個豁免 那我們在許可的過程當中 會要求業者把國內外的這些相關的物價的情形 做一個說明跟報告 所以這部分我們都會有 是必須要有條件的 你要核傳你要申請 申請你要聯合的這個行為的話 你都必須有你這些調查的方向 那你的調查的話 如果他要展延的話 你都是三到六個月要提前 在滿期的時候提前這個 三到六個月要先來申請嘛 但是我看到你們的調查裡面 四個月 四個月才調查一次而已 他這個整個經濟整個情勢的發展 變動是隨時會發生的 你這個四個月又不太長啊 第一個就是說有關於這些 黃曉毅這些物價的情形 我們本來就會去注意 那再來業者申請聯合行為這個豁免的時候 我們也要求他 他一定有他的條件規範嘛 是 所以都要符合這些條件啊 是 是 那經過文會評估沒有 那所以 為什麼 我們的經濟指數還是居高不下呢 我想經濟指數居高不下 有很多的面向跟原因 好 那這個 這個 呃 是 就算我們物價一直高漲 你給他核傳進來的產品 成本就會降低啊 為什麼物價還會這麼高漲 所以我具體的跟你指證 黃曉毅 這三樣產品都民生的 整個原物料的東西 是民生必須的 這個你都沒有控管好 所以 主委 我希望你要對這方面 多加用心一點 那我最後一點就是說 我們聽到宮廷會 你們在審查 關於遠傳跟亞太電信的合併案 現在審查的進度在哪裡 現在還在這個審查當中 審查當中還多久 我們擔心你一直審查下去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用戶的權益啊 因為雙方就是還有一些資料需要補證 我們需要整個補證的 有些還要再補 馬上補來 所以趕快審查好來 不要影響我們用戶的權益 好不好 是 好 謝謝 好 謝謝呂昭偉 謝謝 謝謝處委 謝謝 接下來請孔文吉委員發言 主席謝謝 可不可以請國發會的龔主委 請公主委 公委員好 公主委您好 先談一下我們國發會在國際化的努力 國際化 就是說參與七億經濟整合 那我們也現在知道了 RCEP已經成立了 由中國大陸這邊主導 那CPTPP呢 是英國已經加入了 好 那我們台灣什麼時候可以參與這些國際七億經濟整合 好 然後在面臨2026年 那個所謂的關稅這個貿易這個部分 好 那這個 先談一下好不好 你們有相當的 呃 經費跟努力都是在國際化的推動 那可不可以請主委 台一下 好 報委員 因為在國際 我講經貿的部分 國際經貿主要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貿易協議的部分 包括進口關稅啦 或者是等等一些情況 那另外一個實質的產業合作的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剛剛委員特別提到的 那現在我們跟台美有一些21世紀的這個貿易倡議嘛 那現在已經有階段式的公佈了嘛 成果的那個部分 所以台美部分來講的話這個貿易協議也好 現在對台灣台灣會有什麼影響啦 就是對台灣的經濟的出口發展 這方面會有什麼影響 因為CPTPP看起來好像還在談嘛 CPTPP因為我們已經申請了嘛 已經申請 對 所以他現在這個英國 英國已經通過了嘛 所以之前來講 他就一直在處理英國的問題啦 那因為英國處理完以後他就會接著處理其他的申請者啦 然後其他申請者當然就是包括我們 那所以就是說我們要盡快的利用 有任何的時間去跟這些會員體 這十幾個會員體去表達我們這個入會的這個決心 你大概估計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加入CPTPP 這個要看整個CPTPP他的這些議程上的一些安排啦 你那個現在有很多國發會是在推動國際化的這方面 有沒有什麼成效就要從這兩點來看啦 欸 剛才講 剛才跟委員提到了 除了這個經貿的這個談判跟協議之外 另外更多的是產業合作的部分 那產業合作事實上我們這一段時間做的是非常非常多 包括我們委員一直有關心的我們跟中東歐的這些產業合作的關係 那還有跟美國的產業合作關係 然後甚至於日本 然後現在到南向的跟南向這些國家的 那現在我們最大的挑戰可能還是那個大陸提出來的關什麼壁壘 關貿壁壘調查 我們有2255項 被列為他們檢討嘛 好 那這個部分會不會影響到我們將來這個經濟的整個發展 那個主要還是在WTO下面做一些協商 那事實上每一個國家也針對它相對來講 需要保護的這些產業 事實上是相對比較弱勢 第二個我想請教你 可能還是有一些防衛機制是允許的 那個主委你現在還是當行政院永續發展什麼委員會的 執行長 執行長 上面有主任委員 主任委員是院長 那氣候變遷應應法已經通過了嘛 氣候變遷應應法通過了之後 我們這個永續發展委員會現在是扮演什麼角色 永續發展委員會它就是一個行政院下面一個針對永續議題 那也包括禁令議題 它一個跨部會的一個平台 然後如果有重大決策的情況是這樣 在這個委員會裡面討論 討論完以後 你們這個委員會召開多久 召開幾次了 原則上是半年一次 原則上 有定期召開嗎 半年一次有定期召開 院長主持的 因為現在氣候變遷應應法是針對我們自然碳會 還有各部會的交通部跟環保署 像好不容易本席市已經加了 嚴明會的角色跟任務在裡面 已經承認了嚴住民的自然主權跟森林主權 那這部分 那現在是由環保署看起來是主管單位嘛 那然後各部會呢 配合單位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那我們這個 國發會 在這個 永續發展這個裡面 你們是扮演什麼角色 就看環保署他們來推動就好嗎 不是 報委員就是說 永續會下面有分幾個組 下面是SDG的 主要是這個 這個達成聯合國 這個SDG的這個議題 那另外是有一個叫做靜林小組 那個靜林小組就是在處理2050年的 靜林碳排怎麼樣達到的問題 那那個小組的確 幕僚單位是這個環保署 但是他有重要的決議 還是要送到這個永續會來做最後的拍板 比如說這個 到底這個 營業企業有變遷法當時是不是要入法 這樣的一個決議呢 可能他送到永續會來 然後由院長主持 確認了這個要入法以後 那行政程序就會往前走 類似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個現在就是有點 現在中央的各部會的角色跟任務 在氣候變遷應遷法很明確啦 那現在本席就比較 比較不曉得你這個行政院 永續發展這個你們的角色跟任務是什麼 不是很明確 因為永續他是一個比較 就是上街政策上的一個決策啦 至於執行端的話 那當然是下面小組 那就剛才您提到的 最後一點就是說 你們國發會的地方創生 是 不管是我們在地產業的培植發展 像苦茶油什麼的 是 那你們那個地方創生 現在執行的成效怎麼樣 可能沒有時間了 沒時間了 但是你們地方創生還是要重視啦 是是非常重視 好不好 那主委那個 您三次答應我說要去 要 暑假的時候 藍椅嘛 是的 因為你自己一個人都到三地鄉 都不會通知我們幾個委員 已經有安排了 所以我邀請你去一趟藍椅 是是是 好 謝謝 好 謝謝空委員 謝謝主委 謝謝 接下來請邱盈昭偉發言 好 謝謝主席 我先請一下公平會 李美主委 請李主委 請李主委 委員好 主委好 主委想請教一下 這個我們公平會在4月7號的時候 去修正了多層次傳銷保護機構 以及他的管理辦法 是 那現在我看到這個你們有一個新的規定就是說 獎勵檢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六條 及第十八條的行為 主委想更進一步請教您 這個獎勵辦法定定了沒有 要怎麼 呃 獎勵這一些所謂的檢舉人 誰可以檢舉 一定是傳銷業者之間的互相檢舉呢 或者是消費者也可以去主動檢舉 那相關的金額 檢舉獎金的訂定 辦法出來了嗎 好 來主委 那回報委員 因為這個檢舉獎金的來源 是傳保會的基金 是 那傳保會是一個民間監柱的一個財團法人 所以這些獎金的辦法是由 這個財團法人的董事去決議以後報公平會 那目前還沒有報給公平會 所以那您知道他們開會了嗎 我了解他們有開會 有一些初步的方向 好 那我剛剛問的 誰可以去檢舉 一定是業者之間的檢舉 還是說消費者也可以主動去檢舉 站在鼓勵檢舉不法的行為 我認為是應該沒有太多的資格的限制 重要的是他檢舉的事實是不是 所以他內容所有的規範 還是要在這個財團法人傳保會裡頭去制定 然後才報你們公平會 所以公平會完全也沒有參與的這樣的一個機制 或者是也沒有參與的意見的表達 我們有董事 我們有派代表董事會參與這些討論 但是最終是要經過董事會的決議 好 那什麼時候會有final的這個決議出來 我的了解他們已經有開了這些會議 應該很快時間就會報到公平會來 好 如果有報到公平會的話 是不是也能夠讓經濟委員會這邊也能夠了解一下好嗎 好 謝謝 好 來 主委您請回 那我現在請龔主委 欸 龔主委早 龔主委我想我們今天在討論這個個資法的修法 其實有非常多的委員 都有提出個資法各個不同法條的修訂 那甚至也有的委員是 也有的委員他是直接全案修正 我們今天排定的這個法條 大概我們只修訂了三個部分 一個當然最重要是打炸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這個 111年的時候憲法法庭判決需要 政府需要成立一個獨立的單位 獨立監督的單位來保護 來處理這個個資法 所以今天派您來喔 我們一直在討論 到底國發會在這件事情上面 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未來這個會在安德國發會管理嗎 還是說 整個這樣的一個獨立機關 到底全責誰屬啊 為什麼今天是派國發會來啊 欸 八委員這個 就是當初的個資保護齁 他是比較 說好是他比較分散式的 我知道啊 他就分散到各部會嘛 像大家提到的什麼I-RAM的租車的問題 是屬於在交通部管嘛 也有在NCC管的 是是是 也有在經濟部所主管的 是 所以為什麼憲法法庭 就是說這樣的個人資料保護的這個監督機制啊 可能有所不足 所以他們說 在三年裡面必須要做一些修正 那我們就是說 這一次 這一次的修法就把它提出來 齁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 如果成立的話 他就可以整合統合之效 包括除了非公務機關的這個整合之外 也可以把公務機關的一些個資保護 那這個這個文會 預計何時會成立 如果說就目前這樣子 應該是行政院 國發會跟人事總署在討論這個進度嗎 是 預計什麼時候成立 如果我們今天的修法 順利出委員會的話 你們的進度會到什麼時候 籌備處希望可以在 比如說八月份我們成立 籌備處的部分 八月份預計要成立籌備處 籌備處 如果修法順利的話 對不對 好 除了那另外齁 就是說對於這個獎金開罰的部分 我們今天另外要修一個就是 獎金罰款的部分齁 Iran的個資外洩只有罰20萬 隔上租車應該也是只有罰20萬 最高 最高我們現在的法條 最高是只有罰20萬 所以您知道歐盟的個資法的罰款 最高是罰2000萬歐元 2000萬歐元喔 不是2000萬台幣喔 那我們現在修的法 最高如果他是沒有改善 再犯最高也不過罰1000萬而已喔 您覺得這樣的一個比重 合理嗎 因為 我是認為應該還要再加啦 還是要再加重啦 或者或者是說 歐盟他也有是前一年全球營業的4%啊 包吟因為那個產業環境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現在中小企業 如果他的這個資本額 在500萬以下的 佔的百分之百分之百 是88啦 所以就是說 有一點點要相秤性啦 這個 所以如果罰率太高的話 就變成 很多中小企業一罰 就就就倒了 但是 主委您要知道 这个罚环的金额的订定 有关乎到政府对于各资保护的重不重视 对不对 我们的现在就是因为罚则太轻 所以很多的企业 您刚刚讲到的所谓的中小企业 格上不是中小企业吧 华航不是中小企业吧 很多的这些各大机关团体 中华电信不是中小企业吧 但他们对于各资的保护 进到了多少的责任 罚了这个二十万对他们来讲都是不痛不痒 所以我们现在罚这个提高嘛 刚才您提到最高到一千万嘛 那一千万呢会可以暗次罚 如果没有改正的话就一直罚一直罚 所以不是只有罚一次而已 那如果说我们觉得应该还要再往上提高一点呢 您同意吗 比如说我如果提到一千二 一千一 刚刚杨穹英文讲一千一嘛 如果我们再往上提高一点 我觉得总是要让他达到贺阻的作用啦 可能你现在的想法是一千万啦 如果说到最后大家讨论 可能可以到一千二 一千一一千二以上 你应该也不会反对吧 我们是有经过一些讨论啦 行政院当然也经过一些讨论啦 那原则上就是说像第一次出自就是二十到两百嘛 那十万到一千就是大概是一百倍左右啦 就是低跟高这样 没关系那个罚金的部分我们还可以再讨论啦 我觉得重点就是说第一个是打炸 第二个我觉得要让企业 大家知道个资保护的一个重要性 也让所有的消费者 免于他们的个资被外流 这样的一个危机 好谢谢 好谢谢邱昭伟 谢谢龚主委 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请赖瑞荣委员发言 好谢谢赵瑞 先请龚主委 来请龚主委 龚主委今天这个修法是支持的啦 那我们待会再做讨论跟处理 那我先谈一下啦 大林普千春也是我一直在关心的啦 大概从七年前的时候 一路大概总咨询 几乎每次都会问院长 那终于也在也谢苏院长 孙昌苏院长在2019年的10月8号来 正式来核定 这个589亿 让巴黎米乡亲可以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环境 那这个案子其实也是重大的案件啦 行为重大列管案件 那我在那个4月份的时候 咨询也跟院长也确认过 就是说4月底基本上会 市府有可能送到经济部 然后再送到院里面来 尽数来做一个核定 让整个正式来启动 那我想要问一下主委 目前这个案子的进度到哪里了 目前就像刚才委员提到的 这个市政府那边跟经济部 分别有提出一些预算上的修正 计划上的修正跟增加 那初步一些跨部的讨论 大概对这个意见是比较没有意见 如果说程序上可以尽快的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 签到这个经济部 经济部如果签到院里面 院里面交易给我们 我们就尽快按程序来处理 因为已经从苏院长核定 到现在也三年半了 其实也相当长一段时间 包括地方也做过四次的一个说明会了 那我们希望说 这个案件一方面 当然经济部跟市府再加速 在整个方案当中 我想几个部会都有参与了 那我希望是说 如果这个能够顺利的在五月份 能够赶快送进来审议的时候 我也希望到了国发会 或到了相关的部会 也请主委加快那个速度 如果前面已经经过了很多的沟通 也都已经有所 那能够让程序再快一点 因为我相信一个地方 相信也一直在期待 到底政府最后端出来的方案 是什么样的方案 出来之后能不能尽快让 人民做出一个选择跟决定 那我希望那个程序能够再加快一点 好不好 这请主委再来大力来促成 是 好 谢谢 那再来回到今天的这个议题上面 也先请教 今天看来会承诺 这个修法之后 未来会有个各自保护的 一个委员会的设立 那我们看了一下 其实日本 韩国 英国 或欧盟 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单位的成立 因为他人员大概都 一百多人 甚至两百人 那我想问一下 未来这个单位成立之后 在国发会下会 一定要多少人来办理这个业务 包吟他不会是在国发会下 因为他在行政院下 因为他是成立一个独立机关 独立机关 所以不太 不会在 那预定会有多少人 未来这个业务上 那我们现在的筹备数 原先的设想是40到50人 那后续他的业务 如果 因为他现在最主要的工作 这个筹备数最主要的工作 是要把组织法 把它设立好 然后还有第二阶段的修法修好 那业务慢慢 从各部会 因为现在有三十几个部会在执行 慢慢的业务移转到他 然后他人员会逐渐扩充 所以超过一百人是有可能的 所以未来是会超过一百人的 这样的规模是会超过 因为现在这个 大家对于这些各自保护的问题 越来越加重视 而且很多的 就像主委的报告里面有提到 其实甚至于他 各自的外泄 甚至于还遇到一些诈骗的行为等等 这个都已经是在网络世界里面 越来越严峻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也希望这样的 委员会成立之后 能够扮演更积极的一些角色跟功能 那我们来看 其实台湾的这个 不管是光明间 其实各自的泄露问题 其实越来越严重 我这阵子也就收到两次的 这个手机的简讯 诈骗的简讯 那台湾的手机号码的外泄力 达到了65% 大概1000万的国人 其实这个有被手机的资讯被泄露 甚至于他是这个亚洲的第二 那甚至于很多的一些重要的资讯 他连你的一些相关的姓名 所以这些问题 未来是不是能够再加强来做一些处理 因为今天修的只是做一个基本的规范 对原来的政府部门的 那这个问题未来恐怕需要再更加强去做一些处理 是因为行政院下面 本来就有一个 跨部有一个机制 从这个 试诈就是辨识这个诈骗 然后到防堵诈骗 就是您刚才提到电信的合作 然后阻诈就是 防止他经流的这个汇款 那第三个就是 最后一个是惩诈 惩诈就是我们这一个机关 如果强力要求他的话 对于保护机 就是拿 握有这个各资的人 他就会比较谨慎小心 我觉得多面向都要去做处理 当然如果能够防堵在第一线的时候的这些资讯 这些各资不外流的 不外泄的话 那当然政府部门 包括非政府的机关 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给予他规范 给予他嚇阻的压力 那今天这样修 当然是也产生了 但事实上 还是有很多的民间的单位 或者是政府单位 他在面对到 现在我们现在处罚 就是处罚于你对机关间的处罚 但是对于 如果万一有被 这个泄露个资的造成 你个人侵害的时候 几乎是很低的 就是泄露个资的之后 他可能往往只是罚款 是两万或多少 他的代价是非常的低廉的 那我觉得这一块 可能未来也要整体来 思考啦 就是说在整个 未来的各资的 一些相关的保护 除了机关间的要求 我们对于你机关 确保各资这一块的要求以外 跟后续万一产生的就不 像往往因为 你有时候看那个诈骗的 看到有些麻痹的 有些被诈骗的 钱少少他也就认了 很多几乎就认了 因为你努力去求偿 花了很多时间力气 最后都不一定能成功 最后成功的学长会来 可能也就是几万块钱 花费非常多的精神力气 那我觉得这一块 应该未来要有更大的 含阻力量 就是说在各端的部分 去做一些处理 我认为这个才能够完善 处理好所有的这些 这些各自的泄露这些问题 主委同意这样的 未来这样的做法吗 委员提到的就是 我们在第二阶段修法会 一并的思考 那为什么要 第一阶段先用这个行政 行政法法这个 因为它速度最快 一旦财势下去以后 就要罚钱 那您刚才提到的 这个赔偿的问题 可能还要经过司法诉讼 等等一些情况 那可能也是必要没有错 但是那个可能 我们在第二阶段的时候 修法也一并会来考虑 我同意今天 先第一阶段先赶快过 当然额度多少 大家可以讨论 先赶快过 但是我希望 后面那一个 也尽快来做一个启动 后面的一些 包括球场 甚至公家机关 你看像上次 那个卫生署 那个案件部分 那泄露这么大的 它几乎是 落差是太大了 就是它所获得的 这个可能获得的利益 跟所它可能命令到的 几乎是 那被泄露出去的人 几乎是没有什么样 求偿的机会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 未来恐怕也要去建立起来 做一个 包括跟其他世界国家来 对接 我们跟 全世界欧盟 很多国家 应该也都要更去做 更多的这些对接 那让台湾在各自的 保护这块 成为是一个 进步而文明的一个国家 主委 这个继续努力 好的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赖瑞龙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苏正清 苏正清 苏正清委员不在 苏志芬苏志芬苏志芬 苏志芬委员不在 我们请翁崇军委员 好美丽的主席我们请主委 您要请哪一位 共主委吗 共主委 对 共主委 我知道你刚才我说两个都主委 我很注意听 公主委 是 你对经济委员会是 目中有经济委员会 还是目中没有经济委员会 始终是有 始终是有 我是感觉你是没有 我 请教你 我礼拜三 去嘉义 考察 你来说考察 有关国花会的重点是什么 你不要看 同仁跟我讲是有关于地方创生的事情 对 什么事情 地方创生的事情 你是在忽远 政济委员会吗 你是在经济委员会吗 经济委员会 去考察 你没搞 你也不知道我们在考察什么 那个应该都有跟 帮助事 因为礼拜三是 不是委员会的 你自己回去了解一下 你的主情在做什么主情 不要把立法委员 把经济委员动作没求 是不是 如果委员会有要求 我都会到 我没有要求吗 你来说重点在哪里 你告诉我吗 你不要看啊 你不去考察 你也不知道考察的内容是什么 你也不知道办法怎么解决明末 对啊 一段来吧 你 主委 不用看啊 你对经济委员的态度 跟本省的态度 我觉得你很不应该啦 没有啦 委员如果有要求我去的话 尤其是委员会要求我去 我一定会去 没关系啦 我跟你说啦 我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是国家的百年大帝 国土规划的事情 这我认为啦 你有这些什么规则 有有有有 我知道 怎么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 和谐社会 怎么做嘛 一九千里就完全没做 我叫你去考察 听地方的声音 你们不愿意 我跟你说啦 如果说国土规划 你们现在这样做啦 不是一个应该有 政府关联的态度啦 对你们的既有建筑 我们既有的俱乐 我们这些应该改善的 可以国土保育 可以面积化小的 我们将来要怎么样去 城乡发展的 荣业发展的部分 怎么去规划 你们都没要做嘛 你们没要听地方的声音嘛 我们政家 老百姓 进产 辛辛苦苦 给多次人吃 你们的城乡发展 都也有的多次 我们都应我们这四年 没出台湾的机会啦 啊叫你们来听 刚才什么困难 你们也不来听 啊你如果说你们这个国土规划 你们要公布 你们这集成的 各位观众们 你们两个人在做观众呢 你们这种什么态度 你们是假计的 乡亲动作什么会 我们都出台人 民进党 出台人都没唱哦 你们这种态度 什么人要改善事情 国土规划是上一任政府 就已经开始设计 你不然我上一任政府 万一书都当我啦 哦 你就跟他说 内政部跟他说的 开中民意嘛 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嘛 你们都完全都没做嘛 对不 你们跟那些人说 啊 政策 我们这些国土保益 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 缩小国土保益的方法 要怎么达到公平正义 我们怎么补偿你 这些农村发展的部分 哎 我们这些农村发展的方法 我们这些农村发展的方法 你们都没机会啊 甚至是农村发展的方法 不能够入福岛 啊 那我们怎么来帮你们 现有的机会怎么做 你们都没去做嘛 对不对 巴尾 因为到第三阶段是 縣市政府他跨社嘛 我知道啦 当然是中间有一些 中央跟管政府到这会嘛 中家企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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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应该的嘛 对不对 我才以为这个 不然是要怎样 要好水水分 不然今天就要请一个意见 你们也不 好好想一下啦 吼 家企 我自己做一个农业的农村的主题啦 我不是政典世家啦 我的任期不是很久啦 我希望 为我的农市民 抚起我完全的職任 我是地头 比较可笑啦 吼 就是你们沉着的地方啦 啊不然就像你们这种台独啦 家企乡就要变啦 第二点 地方创生的事情 我当然知道 你在地方创生里面 你对家企 有一些保证 一千多万 你也认为家义 技术 可以用暴民发事业 还有养殖的专业 这个都 这个我知道 但是我在 几次的咨询里面 我一直强调的 台湾 静靠的白亚 一年将近两百亿 担当的担当的担当 我们在 嘉义沿海地区的 一电公升的专区 你们用鱸鱼 我不反对 但是在台湾创生的当中 我也希望说 家义 人家在那里有在市白亚 白亚也是可以进口替代 也可以减少外汇 那也真的可以 退农民 冲着 困难 那也真的要让少年人回来做 也要让他们有一个 怨情嘛 对不对 七八黑 你们将来 重新回 返乡来种 仰白亚 可以让你们有一个怨情嘛 少年人要回来 怎么有机会 跟你们讲这一些 哎 你这天去 当早没在书 我还跟你们 跟你们连动员讲说 你就好好研究 这个事情一定要好好做 有没有跟我回应 有没有回应 八委员我想 这样子 那个义竹我们也了解 您刚才提到 地方创生一概已经通过了 那如果有需要 我们当然也同意 如果说真的 您刚才提到 包括白虾 可以创造地方创生的话 我们是非常欢迎 希望县政府也好 或者是什么单位 赶快提案上来 主委 主委 那如果 我们也可以 我也首先把你们报 把你们做赶报过 也把你们说你们去的时候 交替结了 大家要好 你们去到哪里 你们在那里 就说一句要半句 你们要怎么做你们有没有 你们都没有嘛 我很痛心 是啦 地方创生它有一定的程序 我很痛心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现在是 那我都知道了 好 我也不会不懂这一些程序 好啦 我只是说 你今天我们讲 是真的要解决地方的事情 不是这种态度 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跟你们讲 一种是国家的百年大计 你对 都习惹官 你要做到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你都用口味来说而已 地方上真正要的地方创生 白虾的养殖专区 四万区 要怎么去鬼鬼 我们的地方的光处合一 怎么样让地方上面做一个亮板出来 去做一个四万区出来 让大家去看 我们的地方是有机会的 我跟你们讲的都是愿景嘛 你国家会的时候 就是百年大计划的时候 将来地方的愿景 我们未来的蓝图在哪里嘛 对不对 吼 不是有点我输人啦 我的家没要到参加啦 吼 但是我感觉 我爱对自己的乡亲付着 如果不能对自己的乡亲付着 我觉得不应该 你们不能用这种态度对台湾 对台湾 自己这种都习惯 所以 你回去 你再了解一下 那一天现场里面 我所提到的 事先还请你的年营委员去跟他解释 说要怎么做怎么做 哥哥那一天现场他怎么做 还有啊 我还有半年多的任期 大家再好看 是 好 好 谢谢翁从军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郑天才委员 心情寻打 主席各位委员 请主委 龚主委吗 对对 龚主委 来 主委好 辛苦了 谢谢 这个花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 是 根据花东地区发展条例 在100年公布施行 所以从101年开始 有花东地区的发展基金 那这个当初的用意 事实上就是因为花东的建设 跟西部的建设 有很大的差距 才会有这个 要去制定花东地区发展条例 成立这个花东基金 但是各部会 这个现在变成 倒 变倒 已经有花东基金了 所以 不 公务议算 那个部分呢 就大大的减少 给这个花点台东 如果我们整体 去做对比的话 有种状况 所以这个部分 我举一些案例 而这个案例是我们 原住民族 很重要的 这个 我先把这个大原则先谈 这个公务为主 基金为辅 这个是国发会当初 在拟定 花东基金的一个 运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公务为主 基金为辅 这个要落实 要请国发会 尤其是跟延民会 好好的指导 协调 我们看这个 部落聚会手 主委可能不知道 我们的部落聚会手 部落聚会手的 用途 功能 部落聚会手 对我们部落来讲 第一个 我们无话记忆的场所 第二个 平常啊 婚伤起庆 很重要的场所 因为我们没有 没有大饭店啊 在部落没有饭店 结婚的时候 就要搭棚子啊 有那个部落聚会手 我们的部落聚会手 不是 没有墙壁的 就像 这个风雨球场 类似风雨球场那样的 它只有柱子 柱子 然后上面是钢棚 钢棚 所以对我们部落来讲 社会教育各方面 都可以在部落聚会手里面来 来办理 那我们执行到现在 部落聚会手 已经有两期了 从花冬二期开始 三期 现在是第三期 最后一年 今年三期的最后一年 明年是第四期 吉安乡 有两个部落 纳豆兰部落 仁安部落 它已经好不容易 用地取得了 那个建筑执照也有了 寿丰乡 寿丰部落 跟光荣部落 也是一样 有取得了建筑执照 但是因为没有经费 花冬基金的 三期的 部落聚会手的经费 已经用完了 所以 这个我也 执行过 也协调过 我也亲自去拜访过 这个副主委 国发会的副主委 也给我们很多的指导 重点是怎么样 我当公务员 三十年 台湾省政府 到中央人民会 当过副主委 我以前都是协助地方政府 争取中央的 包括我当立委之后 争取中央的经费 去补助地方政府 我最近做了一件事情 去拜托花联县政府 用你们的经费 去支持 所以花联县县县长 4月28号 同意 纳斗兰 纳斗兰 要用 这个 县政府 所能够致应的经费 去补助 那现在后面还有三个 仁安塑峰光荣 所以要请主委 这张文很重要 这是国发会4月18号 答复本席的公文 这个华洪县的地方非常重要 这个依公务为主 基金为辅之运用原则 所以请颜民会 应该要有原民会 在宜基部落计划 或者是前瞻计划里面 来去支应他公务为主的 现在是部落计会所 宜基计划 宜基部落计划跟前瞻计划 都没有用在花莲台东的 兴建部落计会所的兴建经费 所以请主委 协调原民会一将主委 也请这个 你是处长吗 处长去协调 原民会的 公共建设处的处长 请副主委 协调原民会的副主委 我是老公园 三十年公园 这个协调是应该的 好不好 让 今年度 他答复一定 我今年度都合了 我都合了 没有钱了 有方法的 你今年先合地 用明年的 因为他从这个 要办理发包 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然后他 他也可以 地方自筹款的部分 花莲县政府 跟吉安相公共所 自筹款的部分 今年先用 明年再用中央的钱 这个都可以 这样的话 今年就可以先核定 可以吗 主委 有必要 我们就来协调 有必要 非常必要 刚才我不是讲过 对我们来说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 好不好 谢谢 要请主委 特别协助 就 就落实你这张 4月18号 国外发会的公文 好不好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 郑天才委员 好 我们现在休息五分钟 谢谢 不是 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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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